才終於等到了第一劑 不過指揮中心今天也公布了 第十輪仍然是以BNT疫苗的第一劑為主 而64歲以下是有望來接種 那麼高端則是打第一劑和第二劑 而至於日本和斯洛伐克 分別捐贈50萬劑以及16萬劑的AZ疫苗 將提供第二劑造冊施打 第九輪BNT開打 週六一早符合資格的民眾 到台北市科教館排隊 這個大型接種站上午就施打600人 第九輪BNT主要開放三類對象 分別是18到22歲年輕人 65歲以上長者 以及40歲以上第九類族群 不過日前BNT先在校園集中施打 國內第一例不良反應通報 是一名13歲的學生 9月23號接種了之後 出現皮疹 嘔吐兩次 緊急就醫 當天症狀緩解就返家休息 接著24號BNT疫苗施打第一劑 已經達到25.1萬人次 指揮中心同時宣布第十輪同樣也是打BNT 指揮中心表示 除了BNT打第一劑之外 第十輪也會開放高端第一劑 第二劑施打 以及AZ疫苗的第二劑 初步規劃會以造冊方式進行 不過由於指揮中心連兩天都表態 莫德納就算到貨 主要也是給第二劑 單選莫德納的墨粉再度減少6000人 顯示在久等不到疫苗的情況之下 不少墨粉已經改變心意 不再堅持 記者黃明君王一仲台北報導